我經常都聽到2024年 他們現在準備還有三年 將會進入一個叫做狗運 狗運以我小弟最卑微 貼近地底的玄學知識 對於東方有利 究竟這件事對香港的運程未來的影響又會怎樣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人生最重要是吸取經驗 在我們的過往都經歷了不少 香港似乎大家都想說夠了 看看能不能重新起步 在後面的日子裡 首先我們說 先治了重傷 看看有什麼方法 將重病重傷停止 另外來說 大家都關心到 好了 快要狗運 那狗運又如何呢 當然 狗運又有狗運的新世代出現 是的 在東方 剛才我們所說的 香港的一個來龍的龍器 嗯 經由吾銅山 再進入大霧山 是的 由這個 是 李漁門的西東北 近掛 進入北架山 嗯 東方來說 要伸延到去柴灣那邊 嗯 這個就是北架山的另一端 在中環立極的話 北架山依然有一個非常大的支持點 嗯 在狗運來說 香港仍然有一個競爭力 去維繫香港社會的穩定性 經濟的再進一步 這個就是 無可厚非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嗯 不需要太過擔心 那麼 換言之 我們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說 香港的未來 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在乎於政府的決策 嗯 以及每一個 它影響民生 影響經濟的一個行為 嗯 是吧 剛才我們所說的 我們的政府總部出現了兩個大的一個擔憂點 一個是選字 一個是建築設計 嗯 嗯 所以 我們就會考慮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是香港要進一步去配合到世界科技性的發展 在九運來說 這個是一個時機性 嗯 這個是一個時機性 嗯 但是一件事呢 嗯 經歷了前面二十年 那麼 政府有做過科技員 嗯 有做過數碼港 嗯 嗯 嗯 科技員呢 就 直證無成 是 沒錯 是的 那麼數碼港呢 就更甚了 嗯 嗯 嗯 數碼港 嗯 不要說數碼看不到 嗯 那麼 跌碼的呢 就看到很多隻 是 是 是不是 嗯 那麼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說 政府的決策 沒有了一個我們中國的國水 風水的一個 諮詢或者是支持的時間 嗯 其實很多時候是 大白仗出來是很多人害怕的 嗯 是嗎 嗯 嗯 所以 大家如果了解一下 就 數碼港的故事 就已經 嗯 我也不想在這裡再講太多了 因為都 有點負面我也不想太多 嗯 吹述 是 是 是 OK 其實呢 今集我們那個時間 就差不多 是 或者如果講一些 香港的風水 和香港的命運 我覺得這個話題 就是要請教師傅多些 是 這個呢 就比較複雜一點 是 我想下一集 我們再也邀請師傅上來 談談 好啊 找人 多謝 好 下一集再見 邵志榮師傅 好 多謝大家